中国003航母福建号为何要进行运输机上航母的模拟演训 这有怎样的意义 将对其带来怎样的发展 中国电子弹射系统相较于美国有怎样的优点 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此前 关于中国003航母福建舰下水的消息 可以说是风靡全网 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都纷纷关注着中国福建舰航母的发展 以便可以及时获取一手资料 然而 关于中国福建舰最近也有了最新的消息 据消息称 近日中国海军举行了运输机上航母的模拟演训 并为003航母福建舰开发固定翼运输机 以及包括预警机在内的特种任务飞机 对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成功粘制出了电磁弹射系统 这才能使中国能够进行此效模拟 报道指出 海军航空大学最近以实战为背景 在华北举行了新驻陆模式的运期运输机编组单飞比武考核 而在一连串训练项目中 学员在路上模拟了让运输机降落航母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官方首都公开 中国海军在训练运输机飞行员准备上航母执行任务 中国的前两艘航母辽宁和山东舰应使用华越起飞式甲板 限制了舰载机的起飞重量 以至没有固定翼运输机 然而 随着003航母福建舰搭载了电磁弹射器 这就使固定翼运输机很快就能上舰执行任务 对此 有分析人士就指出 就航程速度和载货量来说 固定翼运输机在航母上比运输制升机有利 这也正是为何中国有这些运输机的缘故 分析人士还指出 用运期来进行模拟训练是个好选择 因为它的大小和一般特性类似建载货机 而美国航母有C-2灰狗式运输机 后来以它为基础 研制了ERC鹰眼预警机 此外 又专家指出 中国为003航母开发了空警600预警机 而以它为基础来研制货机会很容易 还可以进一步开发 研制包括舰载固定翼返前战机在内的特殊任务版 因此 中国003航母福建舰此次进行运输机上舰的测试 这主要也是为了对福建舰电磁弹射系统进行性能测试 以便可以使其达到最好的效果 以便可以使其达到最好的性能 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这主要是由于这是中国首次进行这样的测试 也是中国首次在航母上运用电磁弹射系统 这对于中国航母的发展来说 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也将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国电磁弹射系统的发展 就不得不提一个人 那就是马伟明 正是在其的带领下不断攻击克南 才使中国成功研制出电磁弹射系统 并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它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电磁弹射技术发展的先河 对于中国电磁弹射技术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也加快了中国电磁弹射技术的发展 此外 它带领团队利用在电磁工程装备研制方面长期的技术积累 成功研制出了小型样机 拿下关键技术 在攻克了基础理论的难关后 几年间 团队在电磁发射技术上取得极群式突破 全面推动了中国武器发展从化学能到电磁能的发射革命 此外 比起蒸汽弹射 电磁弹射系统的性能更好 最大弹射能力达到122兆胶耳 能够弹射出重量更大 种类更多的各式的舰载机 而且不像蒸汽式弹射系统那样不可控 受力不均 电磁弹射更加平稳 一方面可以减少飞行员的身体不适 另一方面也能避免战机受到损伤 延长使用寿命 具有相当大的好处 所以才使中国想要加快对电磁弹射系统的研制 值得一提的是 电磁弹射技术 对于要打造合同力航母的国家来说 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世界上目前在电磁弹射技术发展较快的国家 就是美国和中国 这两个国家在这项技术的发展上 也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和取得较大成就 这也是很多想要建设航母的国家羡慕的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正是有了像马伟明这样的人 才能使中国电磁弹射技术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并通过不懈努力 使中国在电磁弹射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此外 关于航母搭载的舰载机起飞方式 可分为两大类 滑越起飞和弹射起飞 选择不同舰载机以及相应的起飞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航母的战斗力 据分析人士指出 滑越式起飞的好处是 可以降低航母的维护费用 并简化航母的结构 但滑越甲板会限制战斗机起飞重量 导致战斗机的作战半径 制空时间和武器携带量都大受影响 同时 包括预警机在内的特种飞机 也无法使用滑越甲板起飞 使航母在远海作战时 失去了远距离空中预警探测能力 此外 滑越甲板会占据 航母飞行甲板的建守空间 从而导致舰载机的停放空间和调度 受到较大的影响 因此 相比之下 航母采用弹射起飞的优势 将会变得非常明显 首先是战斗机可以满载燃料和弹药起飞 这在一定程度上 使舰载机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同时 弹射起飞还可以让航母 具备搭载固定翼舰载预警机的能力 从而大幅提升航母的预警探测 和对舰载机的空情保障与指挥调度能力 虽然电磁弹射系统具有如此强大的功能 但是 由于其研制难度确实十分巨大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出现故障的概率 美国福特号就是由于电磁弹射系统 出现了较大的问题 所以才会在服役数年后 却一直都没能形成战斗力 这就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较大的困扰 但是 中国却和美国完全相反 中国电磁弹射系统叫美国要更加平稳 且更加可靠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凸显出了 中国电磁弹射技术要优于美国 将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也将对中国航母的发展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电磁弹射系统技术 比美国电磁弹射系统技术相对要完善 现今随着中国首艘电磁弹射航母 福建舰进行运输机的模拟演练 这对于中国航母的发展将有重大的意义 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在电磁弹射领域上的发展 这对于美国来说将是很大的冲击 将会对美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外 由于中国电磁弹射技术较为完善 就可以方便地控制弹射力度 大到运输机 预警机 小到无人机的各类机型 都能以弹射方式从航母上起飞 使航母的作战模式更灵活 这使舰载机都能够从这里安全起飞 既可以节省时间和提高工作效率 又能发挥出电磁弹射系统的作用 从而发挥出福建舰的最强战斗力 因此 随着中国在电磁弹射系统上取得巨大成就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促进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 并使003航母福建舰的性能可以变得更加完善 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对于中国航母的发展也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